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时间旅行者的妻子 如果你拥有能够时空穿梭的能力 但却不能控制这种能力 你会不会为此感到难过 无法想象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爱人面前 突然消失会是什么样的 不仅是自己感到不知所措 爱人也会感到煎熬痛苦 试想一下这样的感情能不能一直长久下去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几乎没有人能够承受住这样的心理折磨 电影时间旅行者的妻子里面说的就是 男主亨利有一种可以穿越时空 但是却无法控制的超能力 对于他来说 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消失 而且亨利在每次时空穿梭时 都是赤身裸体的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 亨利还因此闹了不少笑话 许多人看到他的样子都觉得滑稽不已 过了段时间 亨利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穿越时空的日常 直到有一次他遇到了那个让他心动的女生 克莱尔 克莱尔的出现让亨利原本昏暗的世界变得明亮了起来 也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 亨利见到克莱尔之后 迅速的爱上了这个美丽可爱的女生 亨利穿越到了克莱尔六岁的时候 他告诉了克莱尔自己是他未来的丈夫 不管亨利再怎么向克莱尔进行说明 克莱尔怎么都不相信 亨利看克莱尔不相信他 就像克莱尔表演了一次时空穿越 克莱尔看过之后相信了亨利是自己未来的丈夫 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 克莱尔一直在等待着亨利的重新回来 终于有一次亨利和克莱尔重新相遇 就这样28岁的亨利认识了20岁的克莱尔 可是此时的亨利还没有遇到6岁的克莱尔 但克莱尔却坚称自己从小就认识他 而且他还在日记中记录 亨利每一次到来的时间 两个人很快的就陷入了爱河之中 随后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两人的朋友劝阻克莱尔不要嫁给亨利 可是克莱尔却说自己毕生都是在等他 在结婚之后 克莱尔还是没有摆脱掉亨利突然从自己身边消失的厄运 无数个夜晚里克莱尔醒来之后 却没有看到本该在他旁边的亨利 没有哪一个人面对爱人的突然消失 是感到不难过和恐慌的 每次克莱尔面对这样的情形 内心也十分慌乱 而亨利也十分痛苦 因为他不能控制自己何时离开 什么时候回来 正常人的生活根本就是奢望 于是克莱尔想要一个孩子 让自己能够在亨利不在他身边时陪着他 可是因为亨利的基因问题 好好的孩子也会突然从腹中消失 一次又一次的意外流产 让他们俩的希望破灭了 亨利看到无助的克莱尔也十分无助 于是他选择了结扎 可是他无法控制某个时空的自己来找克莱尔 所以克莱尔还是怀孕了 但是这次却很安定 一次穿越 亨利碰到了一个小女孩叫他爸爸 十岁的小女孩兴奋地拉着他的手 而亨利在得知自己会在女儿五岁的时候死去 心里也是无奈 这种明知道自己会死却无法控制的绝望 亨利回到自己的世界告诉克莱尔 一切都会非常顺利 女儿也非常漂亮懂事 真爱最终极的样子不过如此了吧 果然一切都很顺利 长大的女儿还会来找年幼的自己说话 最后亨利死了 是克莱尔的父亲练习射击 在瞄准路的时候误伤了穿越的亨利 亨利拥有这样的时空穿梭能力 肯定是让他极为担忧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也因此遇上了克莱尔感到十分的幸福 真爱其实就是不管你身在何处 两个人的心始终会在一起互相牵挂着对方 即使身处天南海北 又或是时空穿梭 只要一句爱你就足以 四年后39岁的亨利遇到了9岁的女儿 还要一直等待他的克莱尔 克莱尔惊喜万分 问他为何不告诉自己他会来这里 这样自己就可以在原地等他 而亨利说自己不想让克莱尔终生都在等待 因为命运 多年前的克莱尔遇到了多年后的亨利 因为命运 知晓一切的克莱尔 一无反顾的爱着一无所知的亨利 因为命运 每个时空不同的年龄的克莱尔 都在等待着那个飘忽不定的亨利 不管生活如何 两个人相爱总是那么动人 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